新闻一开始马上来关注国际消息 爱琴海地区经传规模7.0的强震 而这是发生在当地时间30号下午2点51分 而镇央就位在爱琴海海域 干燥成周边的国家包括土耳其西部 以及希腊的东部遭受到严重的冲击 目前已经酿成23死将近800人受伤 İzmir-Seferihisar açıklarında meydana gelen 6,6 şiddetindeki depreme maruz kalan İzmir'e ve çevresindeki şehirlerimize geçmiş olsun dileklerimi sunuyorum depremde yıkılan binalarda hayatlarını kaybeden vatandaşlarımıza 这是来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最新谈话 而他也进一步表示他与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 已经通过电话 强调两国会相互提供援助 而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是在土耳其第三大城伊兹米尔 当地一家杂货店的监视录影器中 捕捉到强战发生的当下 而后续跟造成许多的楼房被震垮 而放眼望去一片断圆残壁 甚至雪上加霜的是因为地震威力之大 引发了海啸 像是您看到的希腊沿海地区 发生海水倒灌的情形 导致街上被淹成一片 目前两国的搜救大队正努力跟时间赛跑 希望能够从瓦砾堆中找出更多生还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